7000亿到底有没有回来呢 这是工党立委曾明宗日前批评经济部 说台商回流上看7000亿这样的数字根本是灌水 因为实际回流资金却是挂零 又再次引爆了蓝绿大战 经济部长沈荣金在第一时间出面驳斥 说台商回台投资是个事实 今天到行政院报告时又进一步拿出数据了 指出台商回台投资方案 在目前登记的厂商总共是有153家 金额达到6970亿亿元 是可以满足每日用水16.9万吨的用水量 这目前都是用国内的资金先运用 那国外的这个汇进来部分还没有看到这样 零对不对 台商回台投资是事实 已经来到6970亿亿元 吸引台商回流 财政部提出境外资金汇回专法 主打第一年8% 第二年10%的优惠税率 经济部则打出台商回台方案 鼓励在中国投资两年以上 受美中贸易冲击影响的台商 申请回台 投资上看7000亿 却被国民党立委执一灌水 蓝绿炒得飞飞扬扬 财经专家谢金河在脸书直言 投资建厂本来就不是一夕可乘 台湾资金稀进至少持续30年 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加码 台商回流趋势正要开始 千万不要只看表象 你只要自备两成资金 然后亏待银行贷款八成 这个利率1.5% 透过银行借贷的方式 达到投资的目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台商到底回来了没 数字来说话 经济部统计到11月为止 登记回台投资的台商153家 预估投资6971亿元 创造5万多个就业机会 经济部也准备好配套 可满足每日16.9万吨的用水量 财政部海外资金专法上路三个月 则有67件申请 预估会回255亿元 目前已经会回138亿 另外经管会统计 上半年上市贵公司累计盈余 已经会回4623亿 那最近这一两年 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出现 就中美贸易大战 你在中国生产成本 可能是还是比较低一点 但是加上25%的关税 它就在美国市场上没有办法竞争 美中贸易将进一步促使台商回流 根据彭博报导 台商承诺反台投资的金额 大约1.2兆 有助于抵消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其实早在2012年 政府就曾提出鼓励台商回台的做法 当时两年内带动2414亿投资 如今上路不到一年 累计就有近7000亿 陆续回台拼经济 记者综合报导